电影《怒潮》正在上映 王大璐在影片中 饰演一心复仇的马文康 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 他说 虽然扮演的是一个冷酷的狠角色 但是戏外 他可是一个实打实的团宠 张家辉和阮京天都格外照顾他 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大璐 电影《怒潮》中 王大璐饰演了马文康 看似冷酷无情 实则重情重义 让人意向深刻 其实当初这个角色 原本是属于导演马玉科的 马文康其实是马玉科 本身要演的角色 是他的爱 他就把他的最爱的角色 割让给我 他也希望我能替他完成 帮他演这场梦 可能他第一部《处女座》的导演 他怕太忙吧 如果那么吃重的角色 他怕可能会分心或什么样 他就找了我一起去玩这部戏 孤注一致中 王大璐饰演的角色 因为被诈骗而选择了轻生 到了怒潮中 他则是坚定地走上了复仇之路 有影迷笑称 对于王大璐来说 这部电影应该叫做 孤注一致之重生 有可能也是 孤注一致也伤了我很多 然后慢慢重生起来 变成了怒潮 我觉得这是很好玩 变成马文康 我也很喜欢这两个的联动 刚好这两部戏是一起拍的 所以挺有趣的 这独自说往事 却过得像来人 我回不去了 为了塑造好角色 王大璐首先从外形上下起了功夫 马文康是一个很有血有肉 但是内心很破碎 跟很痛苦的一个 很压抑 什么都往里面藏的人 除了心碎 外表也要碎 那我们跟导演 就会设计很多去破坏它 那导演可能就觉得我太帅了 太干净的一个男孩子 对 然后就会加这些东西 那我其实是很喜欢 这些外在的东西 因为当我做了这些造型 我其实一拍戏我就知道 我是马文康 那我就很容易 进入我的那个角色 马文康话不多 很多时候需要用眼神 来表达情绪 为此王大璐苦练起了眼神 以前我有练习过一个东西 叫看火 点个蜡烛去盯着那个火 去看镜子 去练眼神的表演 因为我们三个主角哥哥们的表演方式 我们大家这样都知道 那小天就是很比较狂啊 猛啊那种 那哥哥就是比较疯啊 比较一朝之明 我们要怎么做出区别 那我跟导演讨论了很久 那我们就是用一个比较 就是往里面压走 全部走眼神 就是也不走表情 就是不要有任何的细微的表情 跟你伤害到了一点 帮我身边最亲近的 表演方式不同 武器和动作自然也要跟着调整 导演跟摄影还有无数指导 都非常的用心 帮我们去设计 每一个人的动作都不一样 开玩笑的话就是我嘴巴张大 表情用力 我只要一出拳头 感觉就我很会打 刚好我的角色其实是 走一种快的路线 我是哪一把小刀啦 别看马文康这个角色下手文准狠 但戏外 王大陆可是剧组的团宠 戏外就是爱我 没办法 那我太可爱了 感情很可爱 就每天会带我去运动啊 陪着我 我也很爱运动的人 然后游泳啊 健身啊 然后佳辉哥 陪他看他去晒太阳啊 或是其实 听佳辉哥聊天有很多故事 我很喜欢跟人聊 听他们的故事 然后去 从中去偷东西 吸收一些养分 然后跟每位哥哥 就是很有爱 我觉得 就是你在身上 在这部戏认识了很多的 所谓的真兄弟 这部戏其实拍了快两年了 对啊 我们的感情是 真的很铁 就这几个人 很铁 哥哥 想要吗 那天边 让花开在雨上 包括还有后面有一场 我已经挂了 哥哥把我拉起来 兄弟又 又在一块的感觉 那种男人的浪漫 那场也是巨人没有 对对对 就是觉得 我应该要在 那个画面里 然后我们决定这么做 然后一起完成 然后看到那个镜头 音乐一下 哇 疯了 爱这部戏 爱马文康 爱大家 爱每个角色